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52集的比特幣加火 我是八兵 我是光幣加火 aka密加登 我現在叫密加登 密加登就是那隻狂派的大佬 那叫密加登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我叫密加登呢 就是試完有一次我出IG 就說我聞到市要升了 然後我隔了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我說可能聞錯 然後跌了一兩三個星期 然後我就自嘲了 我是密加登 有人說加我登 然後我就說我是密加登 加密貨幣的登 密就是加密貨幣的密 加就是我幣加火的加 密加登 這個不錯 現在我是密加登 現在我是 今天豐富的內容 大家聽我的語氣都知道 那個市場上升吧 我們上星期說比特幣應該是三萬六 三萬五左右 不是喔 上星期停了一個星期 停了市 停市 新年 新年快樂 財源廣盡 財源滾滾 今天講幾樣東西 就講幾個新聞 又講一下後事分析 還有回應一下讀者的QA 30分鐘絕對是應該講不完的 但我們就就住來講 先報報新聞 好久沒跟大家報新聞了 先報一個好消息 那些壞消息我們是不報的 我們很有立場的 這個台 只是報好東西 大好友 那些壞的是什麼 即是股市快要爆煲 泡沫 倒塌 連署加息 這個叫什麼表 縮表 縮表 那些好東西 很難有偏頗的 大家要知道 先講一個好消息的新聞 是什麼 KPMG KPMG就是全球四大會 計師四大 其中一間 他們今天出了新聞 說將這個Bitcoin 和這個以太幣 ETH 納入這個公司 資產負債表 即是他們用cash 要賣Bitcoin 和ETH 做儲備 這樣策略 那我看的就是 專業會計師行行行券 全球四大行之一 他們都買 那一定會有他們的原因 他們有講的 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是講加拿大那間KPMG 不是講美國、英國 不是其他國家 是加拿大的那間 說加密資產已經是一種成熟資產類別 蓄下越來越多的大型保險公司 養老的退休基金 对冲基金 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者 都接触加密货币 传统的金融服务 包括银行 财务顾问 经纪 都相继地探涉 和走进加密资产领域 我们做这个投资 他们买了Bitcoin和ETH 都反映他们的理念 就是说加密资产 和区块链的技术 将来只会越来越 被这个机构所接纳 所以我们都要将 这个虚拟成为 我们的资产配置之一 很简单地说 他们都觉得 要放一点点钱下去 他们可能都怕失败了机会 还是他们怕法定货币 就是他们的美金 或者加拿大纸 有机会贬值呢 各样 他们就没有很明确地说什么原因 纯粹说虚拟 虚拟越来越多人采纳 我们都要跟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他背后怎样玩 或者玩什么 没人知道 而且他都没有公开说 他买多少 可能买了100万 1万 10万 可能买很少 但是纯粹 出个公告 告诉大家 我们入场玩 有这样的事情 KPMG 这个新闻 这个第一样 接着 第二个新闻 这个是关于日本的事 Line Pay 日本 大家都知道 Line在日本应该是很成行 等同我们香港的WhatsApp 而在日本用Line的人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支付系统 叫做Line Pay 他们就好像去设计 去什么商场 什么商店 都可以用他们的Line 直接付钱 现在他们有一只加密货币 Line有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 就叫Link L-I-N-K Link 他们公司自己出的一只Coin 而这只Link 就在他们日本的其中一间交易所 只可以在那里买 买完之后 他们就可以 放进Line Pay 用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 那这样东西 我觉得这间公司 竞在是一样什么呢 他们占了整个日本的 用户Line 超过九成多 那就是他们离不开Line 生活上面 而这个Line Pay 这个支付模式 亦都是等同他们的八达通 我们香港这样 那现在可以用虚拟来 去找他们生活上面的 找数 就是买东西 各样消费都可以 用这个Link 那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国家 其实都挺 领头羊的牵动到整个虚拟行业的 某程度 因为虚拟有一个坏处 最惹人咬病的 是什么呢 就是 你都没用的 你又储存价值 Bitcoin又怎么样 但你都不会在日常消费用到 那现在日本这个国家 那这间公司 Line就告诉大家 你们买些虚拟 可以在日常上面消费 入油 去超级市场 看医生 网购 所有东西 不只是规定卡 现在用我们Line Pay Line Pay不是用法定货币 是用加密货币 用我们的Link 那我想这个东西都可以某程度推动到加密货币这个行业 还有日本是合法的 这个加密货币 还有要拿Line Pay的 他们如果要加密货币那些 那要派发这个牌照的政府 那日本是严格的 在这个金融领域和加密货币领域的申请各样东西 那非常好 这是第二个新闻的好消息 然后还有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 今日的新闻只是说三个 第三个新闻是什么呢 大祸 大祸 就是这个 辩论了好像广播剧那样 大祸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太坊的巨禽 三战资本 分别买入1.8万的比特币 1.8万的比特币 和6万的以太币 就是有一间大的金融机构 叫三战资本 在今天 不是这个三战资本 三战资本在三日内 买了1.8万粒以太币 然后以太币的第四大巨禽 今天又买了6万粒以太币 就是分别有两个机构 或者两个人 就买了很多以太币 觉得这个价漂亮 漂亮的 以太币现在是大概什么位置呢 看看先 以太币今天 现在这一刻是多少 9号 8号 今天8号 6的时候8号 8号 8号的夜晚这个9点 中松一点 以太币 3062元 三战资本 入了1.8万粒以太币 然后全球第四大 以太币银包的人 他就入了6万粒以太币 价格有没有扯高了呢 今天早上又轻微扯一扯的 上到3200元的价位 以太币 现在是3,060元 多了8多元 今天早上又回来一点点 好像记底买 以太币最低位过去一两个星期 最低位是2,100元 现在是3,000元 不怪不得就入了 就是说升了 升了三成 如果我上两集才说 上入 证明我的timing 那些捕捉得挺好 是的 那些人就说你上入 就跌到最低位的时候 但明明就在你最低位的时候 不是在你 在市场最低位的时候 你是上入 其实你是一个好的念头 是的 因为那天我又跟会员有聊天 我现在发觉 可能大家都是这样想 不过我太迟去涉猎投资 所以其实可能我这个想法 大家都有这样想 就是我不是要去报消息 而我是要去估这些消息 那些人有什么反应 就是譬如今天 就是某一只币 他做了很多东西 他很有功能 很有功能 很有力量 但是那些人不觉得很厉害 或者那些人觉得 哦 那那只币就不会升了 但是我今天 比特币改名 叫做superwoman coin 但其实只是比特币 上去改名而已 就是 哇 好有兼勉 之后就爆升 但其实他只是改名 什么功能 什么车都没有 都升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去观察的是 人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 多过究竟他这个消息 带出来对这个coin 实际有什么改变 或者两个人都要提 应该这么说 是啊 各有优劣 你刚刚说的那种说法是 最明显的价位上落 另一个数字就是短炒 就是你一买完又升 那你就很合适了 整个观感就合适了 哦 但是如果你是 一个可能叫做 长期少少的投资 不是说短 可能你今天卖了 这个月 不能动 两个月都不能动 但是你是 没问题的 信心去迟早都升回 比特币 越来越多人用的 总会升 当不是买Bitcoin 当你买Tesla 其实这个是我估计 那些人长期怎么想 我今天就有一个消息 譬如我估计 为什么Bitcoin会升 你回头看上一年 为什么Bitcoin会升那么多 因为就是 它滚了一个雪球 就是它升一些媒体又报 有些人又买 又升媒体又报 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样转上去 那你说 新入场的人是不是都知道什么是Bitcoin 其实我都是很抱有疑问 純粹那个我买 我又买 是是 他听到的就是会升 是 试试吧 如果去到这个地步 其实我都是不需要看Bitcoin有什么功能 我需要看那些人觉得Bitcoin是什么 我就买 或者那些人觉得 哎呀 跌了 然后可能这个气氛离满了一点 哎呀 可能它音跌音跌 不就音跌了 音了很久 音了三个月 又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样转下去 是啊 如果它音了两三个星期 你发觉那些人 那些所谓的贪男指数 去到好不贪男 是 那你感觉到它会继续去下去了 那就真的要放了 嗯 就是那个feel 好像是 捉一些人的那个 捉反应 捉反应 是的 无论长短期 都是捉反应 嗯 除非你真是 要是呢 就再真是理智一点 就是 哦 它这个它将来可以在 这个地球上面 没有什么实业可以用到 嗯 但是因为我不熟 是的 就是你今天问我互联网有什么用 我当然是说互联网就是一切 是的 但是2000年的时候 互联网没有这么应用 互联网就是编局 是的 然后你要有那个软件 那个视野 视野望到 你想到以后真的可以拿来付钱 可以去买东西 网购 然后又伴随着上网速度上升 你又可以看Netflix 然后戏软收皮 那你有这些的预视 那当然你会有无限的信心 嗯 就是这样 刚刚你说这些东西其实就 刚刚讲的新闻 Lion这家公司 它那只Corner Link 就是 就是说给人听 现在你可以上网消费 就用我这只Corner 它有什么实际用途 其实都没有 跟你用Yen一样 不过方便些 或者叫做 将一个新的领域 带入去大家的日常消费里面 大家都惯了Credit Card 惯了用Yen的了 但是现在告诉大家 有玩虚拟的那些 可以用我们这只 那叫附加一个功能 那未必说会吸引到一些 传统不玩Credit Card 的人入场的 但是就至少会令到 玩Credit Card 都可以用在日常消费上面 现在手头上 买了一堆Coin 然后我本身打算等它升 然后就卖的了 但现在可以用完 太好了 卖卖都不用 其实最尴尬的一个位置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这个东西 究竟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 或者会不会爆声 很多人用 就是它有没有解决到 你某一些问题 那名牌很容易解决 就是很容易回答 就是解决你的虚荣心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 我真的是智能电话 譬如iPhone iPhone 3 4 它是什么3GS 由它这样出来 它就解决了一些问题 互联网出现解决了一些问题 起码你开头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放上网 你Google可以很容易找到东西 你不用特地去图书公文 得禁信号 很多这些生活的便利 令到越来越多人用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加密货币 有没有这个方向 除了在Payment那方面 Payment那方面就是 有些人会用支付宝 都可以 就是一样 我还不用管你的汇率 我人民币就是人民币 我港币就是人民币 那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就是 很断定到所谓的长期 就是那是超长期 就不是一年的事 可能是五年的事 就是它有没有解决到某些 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 在我这个戴好友里面 当然有 是 看看我这个观点 看看能不能说服到你 是 那 加密货币 就被誉为一只货币 也都有一班人认为是资产 那先讲货币先 解决支付这个问题就是首要任务 那先讲坏处 就是当一只加密货币的价格上落得这么波幅 那么厉害的时候 你做支付其实是很不方便 这个是坏处 那讲它的好处了 就是回应你将来五年解决什么问题各样 就是当我们有互联网可以连接全世界182个国家 好像很厉害 讲到182个国家 就是总之连接很多个国家 那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 那么日本LINE就用LINK 那么美国可能也有一只USDollar的加密货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那有没有一只币可以全球通行 我上网要付钱我就用那只币 不用再用那只货币 在当地国家 有没有呢 那么现在就是Bitcoin最为人所熟悉 在世界各地 个个都听过Bitcoin 都知道有旧这些东西 你说实际知道它是什么用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知道一点的可能就知道 买了它 它会升的 也会跌的 如果讲到真实的用处 会不会是将来我去北韩买东西 去日本买东西 去日本买东西 我讲的 去日本网站 去美国网站 去英国网站 法国网站 我不用再透过信息卡 要透过金融机构 帮我兑回率 我直接用Bitcoin 去做付款 波动是有的 Bitcoin大家知道 但是我可以用得回 如果我今天买了腾讯 或者买了Tesla 我可不可以用腾讯和Tesla 这些钱去日常消费买东西 当然不行 你没可能 我卖0.5股 就可以买一架Tesla 真的买一架车 用Tesla股票去买Tesla 其实好像很顺理成章 但原来不行 那我想将来的用处就是全球为人所熟悉的Bitcoin 去可以解决一个互联网支付的问题 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是没有可能 共同合力打造一架叫做全球Coin 然后全球都用这架Coin 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这件事 那Bitcoin现在经历十年八年之后 无意之中 好像有这样的趋势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关键就是全球的商家会不会接受Bitcoin 当全球所有商家都接受Bitcoin 你会发觉 那我为什么还要港币 我用Bitcoin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长远一点 而且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有那么多人用 那个价格也不会这样跳 是的 你越多人用就越稳定了 趋势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我们回到这个 讲完新闻 讲一讲 后市分析一点点 后市分析 Bitcoin现在9点半钟 Bitcoin的价格是43,400 那它上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叫做一个低位 32,000多 就是一个低位 我们已经看到了 确立了 为什么会说确立了呢 因为之前有听开的话都知道 看一个趋势的位置应该怎么看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low a low 再low a low就是一个向下的趋势 如果想转势 向上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高一点的低点 比上一个低点高 就叫high a low 而高点high a high 就要比上一个高点高 那现在呢 低点就已经高过上一个低点了 那现在欠一个位 就叫高点 会不会高一个上一个高点呢 上一个高点呢 就是44,500美元 嗯 那现在 刚刚这一刻中的价位呢 就是43,500 差1000元 嗯 那只要那个价位 可以上超过44,500 这个位置 站稳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确立它有一个 high a high 那它就形成一个成功的 direction change 就是转势的整个trend 那就上升的趋势就会确立了 那我们等这一下出现 出现的话 其实就某程度可以是一个叫入货的时机来的 嗯 因为知道它升了 未必再会是反复了 那我们就入市了 那我们要等这一下 这一下就要去奇寻 44,500以上 那我今天也出了一个IG story 明天出现这一集应该都看不到的了 我的IG story 那就没办法了 那现在说出来给大家听就知道了 我们跌势跌足12个星期 嗯 现在第12个星期呢 终于上了 我看到有些人PM你 他有说 就是我们绿小一集就升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们影响全球的大事啊 是我们啊 那没办法了 今个星期就是糟糕 明天一出街的时候 全球一整集 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逢星期三出街的这一集 不能关我们的事啊 因为他夜晚联储局 连储局开会 夜晚逢星期三 亦都撞正我们逢星期三出街的这一集 那 有时升的你们又不敢说 是 跌的刚才也不敢说 是不是 要找东西啊 就是啊 那其实不关事的 那么 市升落 其实最理想就是关我们的事 我只是唱好的 那出街去升就最好了 可惜他不是 是啊 那就是 市 刚刚说了一个后市分析 那要突破 44,500这个位置 站稳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 趋势转向的 確立信号 那就可以入市了 那到以太币以太币 如果是3,000元 多一点 那会不会上回4,000呢 那会不会上回4,000呢 呢 保持到那个势 其实某程度 比特币 行头带着大家 比特币 升 其他 那会不会上回4,000元 都会升 经过了这一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 没有录 很多交产 比起他们刚刚 那星期的低位 其实都上升了5-60% 那如果错过了这5-60% 在说一个星期左右的事 那是有点可惜的 但是一个不断跌足11个星期的趋势里面 要大家有个信心入市 是很难的 你的念头 你要我等着1.0我去开户口 开户口是不是 我以为他会等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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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政策这样 搞不搞啊大家 大家想我搞的话 P.M.光哥 我也搞不了 P.M.光哥 真的想搞 看看有多少人有诚意 我们冒着坐牢的风险搞 好有意义我们这样 不是啊 你P.M. 即是我们连公告都不出了 你听到这个节目 你想来的 你P.M.光哥 看看有多少人 我们再想 咦 都好 是的 我们再想 是的 因为要看看大家是什么取态 如果大家都很奉公手法 我们也是 如果大家都逢公手法 那不就不搞 是的 当然了 如果有勇士的 那不就 我也不搞 有勇士 有勇士的 你们来到就会看到我播大 是的 播片 我们没事的 但你们来到就夸家庭了 是的 是的 这样 好了 说完后市分析 很快 很简单 总之等转向确立 有很多公司都升了 大家过去这个星期有进入 你都会升到50-60% 这个星期 我最强意念 就是新年之前 是 新年之后有点事发生 我走了神 我没想到 我没什么 那些走神 宇宙下定单 我们来到这个读者QA 我们看一下 怎看美国加息 我觉得这个问题 问得挺好 其实是问你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 美国加息 这些美国东西不是你的专长吗 大财经也很弱的 我刚才知道什么叫缩表 你看到这个位置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你们属于勤力做资料搜集营 是的 然后从中学习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因为他说加息说了很久 但是想不到他有加息 再缩表 然后又想不到 然后就很害怕 然后那些 Facebook就跌了十几个明日大宇 那个股票跌了 然后又有些 其实说什么表现好的都跌 比如Amazon表现好的都要跌 因为市场 但是大市跌 你表现好的都死 所以就因为这样 然后Bitcoin的市场 也因为这样有影响 也有跌 所以就看下来 什么 缩表 缩表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收紧货币的政策 即是收紧货币的政策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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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不记得了 3月也会是一个加息的开始 之前他们用一些所谓的货币政策 就是将利息推到零 以及印银子 买债这两个人 那现在就是将利息加回 然后将债又减少去购买债券 那就是逆向做这两个事 所以对股市来说 将会是没有热钱再入 那怎么办呢 就有机会跌了 那股市跌 美股跌 对了 那而虽然货币的市场 就是高度和美股相关性的 嗯 就跟这个纳指 和这个SP500 SP500尤其都会 高度相关更多 那如果股市跌的话 其实就是 虽然货币的市场都会跌 还有这个SP500 標普500 就是一些综合指数 那已经是overvalued了 很多经济学家说 其实他们已经股值过高 就是某程度他們在說就是 PE太高 普朗末 大家屌你 會跌的啦 爆的啦 會塌的啦 好走的就走啦 因為窮爸爸富爸爸都說得多了這句 所以是灰的 以美國經濟去再去估计 蜜蜜市的話 不是未好的 尤其是三月 因為就是那些政策開始的時候 那現在未到三月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沒到的 OK啦 繼續馬照跑 沒有照跳 有得升就繼續升 然後三月一出這些政策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撤退 這個時候有機會想 還有三月在傳統來說會是一個小小 加密貨幣是一個跌市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稅季 4月18號今年美國交稅的日子 4月18號是交稅deadline 通常人交稅可能是提前交 有機會是deadline交 所以你預算三月其實很多人都會需要拿錢出來 要去交稅 在股市裡拿錢 在蜜蜜市裡拿錢 蜜蜜市裡有機會是會受影響 會跌 有些人是捉錢出來 take profit 就要交稅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回應了這個讀者的提問 是 接著還有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由第一題開始 簡單點來 Defi會不會被監管 不是很多國家都有監管 Defi會不會被監管 先講美國 美國主導市場 Defi是什麼呢 decentralized finance 就是加密貨幣裡面的一些去中心化金融的服務 主打的就是沒有人去管住那些金融東西 全部都是程式碼的 就是自動執行的 所以叫去中心化 這些程式碼主要做什麼呢 借貸 放貸 收息 這一類東西 比起很多傳統的借貸 中心化的借貸行業有審批 各樣東西來得簡單方便 這個就叫Defi Defi會不會被監管呢 美國立了法 說明是會監管Defi 而怎樣監管法呢 就是要Defi 就是這些程式碼 要供一些用戶的名字出來 有哪些人是有透過你這個程式碼去做借貸 然後那些蜘蛛人就問 你叫程式碼供一些用戶出來 程式碼是程式碼來的 它是指哪些用戶嗎 還有是去中心化的 沒有審核的 什麼人都可以在我們這裡借貸 那你叫程式碼怎樣做呢 程式碼首先不是人 然後你這樣去叫程式碼做事 那程式碼可以怎樣呢 其實現在美國關於蜘蛛這個立法上面是 一群不懂蜘蛛的人去立法規管蜘蛛的東西 所以就會出現了剛剛我所說的那些 茅狗盾 烏溝龍 那些大頭蝦的東西 那還有另一個法律 就是如果投資超過一萬元美金的蜘蛛 它們都需要交稅 嗯 那Defi會不會被監管 會啊 講到明會被監管 法例來的 就是這樣 是 跟著 講一下雞湯 什麼時候上十萬 我猜是說Bitcoin什麼時候上十萬 雞湯東西 剛剛那幾宗新聞都很難雞湯 KPMG都買了 然後又有些大瓶 三戰資本金融機構又入貨買以太幣 啊 轉online就行 有個說 期待你們三四月有online1.0贏2.0 小弟在海外一定課金支持 我看到這個 我們是不是拍片了 好像有個契機 可以推動我們的氣心港去搞這個 是不是啊 大家可以留言 其實都說了很久 上年已經很多人叫我們1.0 2.0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到時候我就要 坐在我現在這個位置錄 然後我就要按著螢幕 然後就 PowerPoint 這樣去畫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這個技術 有沒有這個技術 那是不是就1.0 2.0 試試它 都可以 是不是 關鍵就是有幾多人 想繼續1.0 2.0 你們夠多人 我就做這些功夫 給錢給link 對 給錢給link 是不是 然後那條link 會不會被人分享到的 一個給錢 10個看 很爽 我想想 因為其實是可以導絕到的 總之你9點來上課 然後可能 只是9點live播完 就算 可能我持續24小時 是 你要copy它 那我沒辦法 那我9點開你都copy到的 是 但是可能給24小時 可以48小時來看了它 是 然後就遞了條link 哦 那它收入給朋友 它都要下載下來 收入給朋友 嗯 那這個很難避免的 這個 是 這樣可能 都算是沒有辦法 喜歡之中的辦法 算不算 好嗎 可以 我們思考一下這個 這樣想它 對了 總之PAM我 告訴我 好 然後6小1集即升 有沒有這麼巧 就是這麼巧 就是這樣 然後 突然升得這麼快 是不是市場已經消化了 今年加息幾時的消息 我就是不明白 這個就是捕捉不了 是 明明它說加息消化了 但是它突然說縮表再倒 但是又會升回現在 呃 奇狗怪 我們這樣看 我們現在叫事後很明 我們知道它升了 那我們就想 喂 仆街 不對路的 不對數的 又說會跌又說會繼續影響 但是為什麼會升呢 嗯 然後就要找些原因去配合它升 就出現了這個觀眾問 升得這麼快 是不是消化了 這個消息 其實答案這樣去配合下去的話 就絕對是 消化了 對的 因為市場升就沒有一個絕對原因 市場跌也沒有一個絕對原因 通常是跌完之後 我們要找一個原因 為什麼跌呢 升了 為什麼升呢 其實就是我們要好像 一條鑰匙去插回那個洞 看看剛剛先這條鑰匙 好像剛剛的 總之解釋到 合情合理 嘗不下你通 那為什麼升呢 我想就是 你說得很對 嗯 市場很多人其實就是 過一個星期 上個星期 兩個星期前 消化完了 就重新放些錢進去了 所以市場升回 定一說其實三萬二千元美金Bitcoin 是真正的底 見底了 那些人物極必犯 所以重新買入 那很多 叫做 殺一些斬倉 殺了 那些看好看大好友的那些 然後就清算了 結算了 然後終於可以升回 那很難 Exactly 真的要找個原因給他 只能夠說現在升回 就是那些人恢復信心了 那關不關美國加息事 只能夠說那些人忘記了 原來還有加息的 那三月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小心呢 絕對要小心的 那但是 在冒險裏面 上個星期入貨 買東西的人 他們就換來他們的回報 那個勇氣就是換到 五六十百分之 救抗的勝負 嗯 那所以是消化了的 這個答案 如果這個朋友仔這麼問 又有問 對香港蜜蜜蜜立法的看法 包括OTC和交易所 先說OTC是什麼 OTC就是 over the counter 即是說一些找換店 純粹給你一個匯率 比特幣的價格是多少 USDT的價格是多少 以太幣的價格是多少 你換不換錢在那裡 看著價格來換 那這個就叫做 OTC 那為什麼不去交易所買 為什麼要去OTC 如果你買一些大壓的加密貨幣 例如我要買10億比特幣 這樣 你放去交易所買10億的話 你絕對有機會動到 那個比特幣價格是向上的 因為你的銀牌夠大 但是如果你透過OTC的話 它就會幫你收集10億的比特幣回來 在某一個價位 還要是不會在交易所的order book那裡出現 所以對市場影響會較小 就是幫你秘密地買Coin 而Coin價就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價位 當然你會知道 我想現在三萬 現在四萬三千多 今天 然後你拿10億出來 麻煩你 我想在四萬三這個位置買10億 它就會把你這10億的資金打散成100萬分100萬 然後就幫你賣100萬分 四萬三千的比特幣 那就令到市場好像不覺得有一個大戶入場 這個叫OTC 香港立法有什麼看法呢 上年有提到香港今年講到明 會規管加密貨幣交易所 只限投資者級別的用戶 在交易所裏面做交易 那就是看法就是合法的 玩蜘蛛 但是只容許專業投資者 專業投資者的意思就是 800萬港幣資產 就叫專業投資者 如果你不夠800萬資產的話 你就不能玩了 這間交易所就不會接納你做用戶了 那你不是不合法 只是你不能成為用戶 交易所不會讓你玩 那交易所是否合法呢 加密貨幣交易所在香港都合法 不過他們要做篩選 就是篩走那些商戶 只容許專業投資者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需要透過這個OTC 或者叫找換店 那條法例規管交易 就是交易所要去審核一些用戶的資產 但是 找換店不是這個所謂的交易所裏面的類別 所以你去找找換店就可以了 兩個分別在哪裡呢 交易所是會托管你的資產 即是你的資產會放在交易所裏面的 它需要托管你的資產 所以他們叫交易所 找換店沒有托管你的錢 所以他們不叫交易所 所以這條法例不影響他們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用這個找換店去買買crypto 那我看法很簡單就是 剛剛我所說的那些合法東西來的 那是複雜了麻煩了 散戶不方便 但是依然可以繼續玩 這樣 好 跟著 還有什麼呢 點看美國假釋說了 跟著 契媽估計未來crypto的價 是不是正確 契媽就是講Cavin Wood 就是那個方舟投資的CEO 契媽 Cavin Wood 那為什麼叫契媽 就是因為連登契媽 就是他上年玩股市 而升了很多多倍 所以那些人就當他女股神 那女股神也有玩crypto 就是玩比特幣和以太幣 那他們有估計到 將來比特幣會上到100萬 那他講的是2030年 那你問他 即是他猜crypto的價格是正不正確 現在絕對不知道 但他這間大公司 他做過一個research 有出報告的 他列了所有數據 和有文有理地告訴你 為什麼比特幣會上到100萬 最終他能否說服你 就是你信不信 那正不正確 我的看法就是 一定是正確的 他的理據 就一定是建基於他的數據 我去看的話就是 現在我就這樣看 我不熟悉他的數據上面的所有東西 但我認同他講的話 而將來達不到100萬 我會覺得 暫時來說好像太誇張 等於比特幣是1元的時候 然後去看會不會達到4萬多元 我都會覺得很誇張 1元上4萬多元也很誇張 那還有很多條問題 但我們時間是否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了 糟糕了 但也差不多了 唯有等下集再講這些問題 沒錯 我們這條片來到這裡 完 下集見 拜拜